柯文哲比较走的是传统式的 这种想选总统的人去接触的 而郭台铭走的比较像是科技之旅 郭台铭他见的这些 都不是传统总统候选人会去见的一些 他见的都是一些 这个学界里面的一些这种 泰斗级的人物 所以Eric你怎么看呢 先回答我 台湾选总统需要到美国一趟吗 就是说去美国当初的这个背景是 他们要显示自己的国际观 自己好像对于两岸或者是美台美中之间 很高的理解 这几年或许有一些人把这变成自己的优势 我们的候选人到了美国 不一定是面世 可能是深化台湾的民主 就是让美国人看到说 哇台湾的民主这么多元 有这么多不同的想法 最后我稍微看了一下 就是说郭台铭跟柯文哲他们的行程 虽然不仅是一个同样的一个点 但是我觉得他们跑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 郭台铭现在的 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隐藏版的这个行程 他见的这些都不是传统总统候选人会去见的一些人 他见的都是一些学校的一些 这个学界里面的一些这种泰斗级的人物 比方说哈佛医学院的这个院长 这种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那这种人呢是不管在政界学界 或者是这个产业界都很有影响力的人 过去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比较类似柯文哲这种安排的方式 就是去见华府的研究台湾政策圈的这些学者 就比方说布鲁金斯他这次去 可能是一些比方说去国务院啊 我要去跟涉略台湾的或者说东亚地区的官员交流啊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比较走是传统式的这种想选总统的人去接触的 那郭台铭走的比较像是科技之旅 因为我们一般这种候选人去 很少人可以像跟柯市长一样待21天的 我们一般去就是三五天的行程套装行程 跑到大家都不睡觉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次目前看到的 郭董市长跟柯市长的行程的跑法是不一样的 这个Eric我知道就是说 郭台铭他首站到华府的时候 玉山协会是他的一个很有纪念性质的 而在美国也非常热络的一个团体 所以你至少他风尘仆仆去 第一天一定很兴奋吗 第一个活动你很兴奋 你在现场你感觉那个氛围呢 有感觉说他后来蹦一下回到台湾 哇直接在机场开记者会 说我要选总统了 然后台湾适合我这个 我就是一个标准的CEO等等 所以你第一场的时候 你在现场给我们感觉那个气氛如何 就是说听完那一场演讲的人会觉得说 郭董今天来好像政治性政治位是非常低 他有讲他对台湾的期待 他有讲说台湾的问题 但是他相对之下讲的比较多是产业的东西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光是问问题的这个session就搞了快40分钟 我不知道这是说主办单位当初预设的 还是就是说大家真的就是说太热情的就问 知道我看到我好多问题大家就是那他也都有回答 那只是就是说他确实那一场给我的感觉 他是想要互动不要有更智慧